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时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我记得呢 我们看上网上很多文章 特别是在谈到有关 法律要能够在中国独立的话 那应该说中国社会就会往前大跨一步 那说这话的人呢 特别是很多维权律师 包括很著名的维权律师 我自己的看法呢 多少有点差距 我一直认为呢 这就像我们那天节目当中提到 中国什么是真的 梦 梦啊 梦是真的 所以要想共产党存在一天呢 干脆这件事呢 你就梦里头想 就完了 千万别醒 醒出来就基本歇菜 所以梦想成真 那就是假的 梦境之中 那是真的 这就是在中国社会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在很多节目当中我提到 我说你注意一下 任何党的官员出了事的时候 只要他是共产党员 一定会用这个词 开出党籍 依法查办 这词用的很绝 我们听的都很习惯 对啊 这党的伟大 开出党籍 依法查办 肯定就对了 我说你得反着看 对吧 毛泽东孙子跟您说了 跟我们都做了演示了 毛泽东的话得倒着看 毛泽东的书都得反着看 你才能看懂 那是他孙子说的 对吧 毛泽东呢 是党的伟大领袖 人死了 臭肉在那放 照片在那挂 毛泽东思想还万岁 那就是领袖啊 肉也有 思想也有 还万岁 那不是就是领袖吗 所以领袖他孙子说 书得倒着看 那 开出党籍 依法之办 依法来审判 为什么倒着看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没有权力对中国共产党党员 以任何法律上的制裁 一个人 只要他是党员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之外 党的话语 今天你到人民日报 你到新华社 所有的媒体都是有这句话 他表明说 我党能够自律 我党能够自己把自己改好 我党是这么做的 我党是这么做的 我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平等的求啊 你自己的话就这么说的 开出党籍 依法之万 网上有篇文章 这么说的 德国之声的文章说 司法第一步 刘志军被开除党籍 这是原来铁道部的部长 那德国人呢 开玩笑 挺斗根 你得细品 司法第一步 他也说 德国人也明白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系统对共产党员是没有作用的 所以在走向司法之前 先把党籍开除 文章讲说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布开除刘志军党籍 并将其应涉嫌贪污犯罪等问题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明确这么说 我们先检查 所以中纪委厉害 中纪委比法律部长高 比整个司法系统都高 所以大家也看到 政治局常委当中呢 有一个中纪委的 专管中纪委的 是人家党内的事 那它的作用呢 超越于宪法 这就是我说的 法律在中国呢 大家要看明白 是一切的一切是体制造成的 你单纯说 法律要独立 军队要国家化 那是不可能的 只要体制存在一天 那些东西都是片汤化 不是硬货 那因为刘志军已经被开除出党了 所以自然中宣部要开足马力 把他的罪名都要罗列出来 罗列呢 我相信都是司空见惯了 就是数改改 内容不用改 这文章最好写 人民日报在他的网站当中有一篇报道说 刘志军收受巨额贿赂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对铁路系统爆出的严重腐败问题应该负有主要责任 而且他道德很败坏 道德败坏就是说 他至少有十个情人 其中有知名演员 巴拉巴拉巴拉 就一大堆就是这个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都不是新闻了 还是那句话 我当官不找女人 我废了 我残废 对吧 我当官我不挣钱 我也残废 我能残废吗 哥们 我容易吗 我今天爬到这份上 我要模样 不一定对得起大家伙 那我要权力 我绝对对得起你们 谁跟着我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这党的官 无论他是哪个级别的官 他对下属一定是这态度 对吧 那既然是独裁的 那就是权力拥有的 既然是专政的 那在一方 一个地方 一个部门 我就是党的化身 当我是党的化身的时候 你们都得伺候爷 伺候姑奶奶 太正常了 那网上就提到另外一个消息 那个消息又跟王立军 薄熙来有关系 那文章点得很直接 当今中国著名的女影星参与到 或者说不知道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 反正是在王立军 薄熙来这件事情上 自己有一份 苹果日报这么说 卷入薄熙来案 一位姓张的著名女影星卖肉 这件事情被国内审查禁止出国 其实我早已经看到这个消息 那今天这个消息应该他描述的非常详细了 那这种详细程度呢 包括徐明作为中间人 就是拉皮条了 而且他是付款的 然后怎么去找着这位姓张的女演员 然后怎么去介绍给博大公子 那博大公子的工作很繁忙 所以很劳累 需要放松一下就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有多少钱 徐明再给钱 就这么点事 那他提的很详细在哪儿啊 包括说在北京国际机场附近有一个地方 另外呢 徐明在北京西山地区呢 也有一个会馆 那这两个地方呢 博大公子呢 曾经享受过这样的松弛的生活 那第一次的享受的时候呢 徐明掏了一千万 就是价码不同啊 大家想想价码也不同了 一千万也确实是个数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陈西东冤的82了 当初被江泽民给弄下去 泼了一身尿子的时候 那才几个子啊 大概10万是20万 大概是这么点数 人家 对吧 一下子一千万 据说这位姓远员在这行的很出名 说大概前后十年 不是一天两天了 前后十年弄了七个亿 弄了七个亿能影响GDP了 大家想七个亿是不是能影响GDP了 所以那具体这个女演员说 最后现在如何如何呢 文章介绍也挺详细 徐明大概在几年前第一次跟他有过接触 那徐明当初最最一开始掏的价码六百万 文章介绍都是这些 我自己看过之后呢 给我的感触呢 这些当官的 当朝当官的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这个层面 开会的时候穿着名牌西服 而开会的那一瞬间 脑子里可能正想着 今天晚上徐明给我安排的谁呀 价得高点啊 对吧 咱得尝点心心的 这个 这就是这个 另外一条消息 这个消息呢 我相信跟今天的社会呢有点关系 因为呢南海那儿是打不打的很多朋友们 爱国的青年们和爱国的老爷们们 是不是老爷们 反正就是爱国的男人们 女人们一直在纷争的 那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在很多期节目当中我也说 我其实实际上不爱说这些事情 因为总觉得这些事情呢完全是共产党 就没什么可看 那有些朋友呢 有同意的 有反对的 问题不大 今天出条消息 我就跟大家再阐述一下 我自己对爱国主义的看法 法广的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对越自卫反击战 退伍老兵 广州示威 要求生活照顾 文章讲说 大约300名曾经参加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的解放军老兵和家属 27号在广州举行示威请愿 他们在省政府部门高举横幅 要求当局履行诺言 改善他们的待遇 当局排除了大批公安在现场戒备 又一度封锁了省政府门前的东风路 那示威者后来和平结束 退伍老兵陆续散去 1979年 邓小平发动了自卫反击战 在自卫反击战之后 邓小平重新掌控了中共的军权 这是自卫反击战的真实的目的 文章讲说 当年参加自卫反击战的老兵 现在连基本生活费都不能保证 每月收入甚至少于400块 那在这个情况下 有些人因为战争丧失了工作能力 又不能获得照顾 所以在今年以来 在广东 湖南 广西等地 频频发生了越战老兵示威事件 其中有一个人提到说 他大概负伤31年 他说到2010年负伤31年 他才得到了政府的抚恤金 而政府对这位伤兵的抚恤金 一年是30块钱人民币 更要命的 后面他是这么讲的 这位受伤的老兵说 他同其他参加过越战的退役军人一样 他对当年为什么出兵一世 至今都是一头雾水 我们已经年过半百 正因为老了 一些战友开始回忆当年那场亲历的战争 在这场所谓的中越自卫反击战当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奇怪的现象竟然出现了 居然很多人找不出 或者说根本理不清当初为什么打这仗 这场战争的起因到现在没有任何公开权威 令人信服的这种解释 甚至连当年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张胜 张爱平之子 他自己写了本书 《从战争中走来》 以及《潜伏大陆的最后特工》中当初说到 作为当年的国防部长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了自卫反击战 玩吧 我觉得大家就这么玩 为什么打自卫反击战 什么都不为 邓小平说了 要让一少部分人富起来 李鹏的女儿说了 国企必须掌控在我们这样的太子党手里 给别人不放心 老兵死了 是为了他们 孙子 儿子们 能够掌握国企 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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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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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